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的材料稍稍有些多 其中的蘑菇可以换成任何自己喜欢的品种哦 也可以加入马铃薯 那么先来准备切的部分吧 这个白蘑菇是不是和洞森里的一模一样 超级可爱呢 先将蘑菇底部的蛋掰下来 可以不要也可以留着 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大小切成块状就可以了 所有的蘑菇都这样处理好 接着来切洋葱 这里洋葱的切法 是我在高中的Cooking课里和老师学到的 推荐大家都试一下哦 4分钟 切好配菜后准备一下中筋面粉 用最少量的水混合均匀待用 然后我们将炉子调成最高火后就可以开始炒配菜了 先放黄油可以兑一点点玉米油会比较不容易焦掉哦 黄油融化就可以将切好的配菜全部放进锅里了 翻炒一下 闻到香味 看到阳风变成半透明 黑灯和蘑菇半熟的状态就可以放淡奶油 翻拌一下 等淡奶油微沸腾 去加入牛奶 同样等到牛奶微微沸腾 在等待的期间将调味料准备好 牛奶很容易煮糊 记得随时搅拌 沸腾后尽快加入几种调味料 记得要一直搅拌哦 之前混合好的中筋面粉糊 将沉底的部分再次搅拌均匀 然后保证锅子里的牛奶是沸腾状态的时候倒入 立刻继续搅拌 等牛奶再次沸腾的时候 加入Wrench 搅拌一下 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种类的cheese 这道料理我比较推荐美食芝士 或者是车达奶酪 搅拌至全部融化后就完成了 一个锅子就可以搞定整道料理哦 做好后如果喜欢细腻的口感 也可以用破壁机打碎再享用哦 现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 在晚餐时想用一碗温暖的浓汤 可以让整个晚上都变得更美好呢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